另外玉璃镇启磨生态失地 本来是本土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近年来因为泰国鲤鱼 红耳巴西龟的入侵 攻击本土鱼虾和青蛙 导致了水生物 频临绝种 相关团体也呼吁 民众不要随意地丢弃 外来生物在河川 以免成为了生态危机的帮凶 凶猛的泰国鲤鱼 紧咬住吊线 在这片绿意盎然 环境优美的湿地 池里却几乎看不见 原生种鱼类 倒是外来种泰国鲤 巴西红耳龟和垃圾鱼 随处可见 就是泰国鲤跟垃圾鱼 是外来种的 它对这个湿地里面的 我们原生种的鱼类 是破坏蛮严重的 还有很多的达娃蜜 达娃蜜你们听过吗 也就是物鱼小吃的 它现在也在这个 我们这个玉水浸湿地里面 繁殖很多 应该是从顺着海洋 海流 从血库南西这样上来的 玉水浸人工湿地 因为无污染远离道路 成为不少鸟类 以及台湾原生种类水生物 最佳气息地 但近来这片净土面临生态危机 外来种占据湿地 攻击本土生物 尽量不要把东西弃养 比如说你养了垃圾鱼 大吃了看你要怎么去处理 尽量不要丢到河川里面 然后那个泰国鲤也是一样 红尔巴西柜也是一样 尽量不要把它丢到河川里面 外来种不会凭空出现 大多是民众弃养 从河川漂流到湿地 相关团体也呼吁 民众不要随意丢弃 以为好心放生 却酿成省态好劫 记者高丧双玉立镇采访报道